白金汉宫举行国宴,梅根夫妇不请自来,存心给查理三世添堵 伊丽莎白女王过世之后,英国王室迎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74岁的查尔斯终于继位,手头有一大堆公务要处理 奈何年事以高精力跟不上,出现了不少小插曲 白金汉宫即将举行国宴,梅根和哈里居然不请自来,存心给查理三世的心理添堵 伊丽莎白女王的葬礼是英国现代史上的大事件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当然也想凑热闹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在伊丽莎白女王国葬的前一天,将在白金汉宫举行盛大的晚宴 查理三世和卡米拉王后将会代表英国王室,欢迎全世界的宾客 哈里和梅根到底会不会出席,之前已经有了定论 这次晚宴,全体英国王室成员都受到了邀请 但是由于哈里夫妇已经退出王室,因此理论上并没有出席的资格 一位晚宴负责人表示,哈里和梅根不太可能出席,毕竟已经脱离了王室 但是如今事情迎来了反转,苏塞克斯公爵夫妇高调宣布要赴宴,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起来 英国主流媒体跟踪报道这件事,表态直接写着不请自来 纷纷批评和指责哈里夫妇 如此高级别的晚宴,只有王室成员和高级官员才有资格参加 梅根和哈里显然级别不够 卡米拉无疑是白金汉宫晚宴的主角 虽然上位是并不光彩,但还是被查尔斯国王宠爱宠上天 嫁入王室17年的时间,卡米拉的身份一直都是半妃 如今终于可以用王后的身份出镜 哈里和梅根愤怒地表示,虽然并未得到王室的邀请 但是却不希望错过这次国宴 几乎所有温莎家族都受到了邀请 却跳过了梅根夫妇,王室区别对待的态度极其明显 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也透露,这次国宴只会招待王室成员 梅根夫妇已经离开王室,因此失去了赴宴的资格 之前的纪念活动,哈里之所以能出席 是以女王孙子的身份出现,并且全程不能穿军装 事实上,哈里王子心情低落 看到女王的灵酒被搬进威斯敏斯特宫 双眼通红,用手捂着脸 皇家摄影师记录下,如此心酸的一幕 可见哈里对女王奶奶很不舍,祖孙感情极其深厚 如今却像是个晴天霹雳 哈里一家被告知不能参加国宴,简直就是在遭受酷刑 除了温莎家族之外,其他国家的王室也会派代表参加 各国元首也会齐聚一堂 查尔斯夫妇会在白金汉宫举行招待会 但是名单中却没有哈里和梅根 确定出席的人有威廉夫妇 爱德华王子夫妇以及安逆公主 根据每日电讯报透露 哈里夫妇之所以没有收到邀请 是因为沟通出现了问题 即使王室明确送来的一碗闭门羹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还是要不请自来 宫斗大战似乎要一触即发 以往王室苛待哈里夫妇 不少人都觉得是误会 然而这回终于有了实锤 哈里是查尔斯三世的儿子 也是伊丽莎白女王最放心不下的孙辈 但然而现在却被拒之门外 即使也能完全怪王室无情 哈里夫妇曾经嚣张把扑 多次扬言要让王室好看 并且持续不断爆料 事实上查尔斯已经做出了让步 同意哈里身穿军装参加首宴活动 国宴即使举行 双方的态度却僵持不下 王室的气氛变得紧张和诡异 甚至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味 如果以前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只是窝里横 那么现在情况完全不同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白金汉宫晚宴 如果到时候哈里夫妇不请自来 那么简直就是国际笑话 现在距离晚宴开始还有一天时间 希望王室可以做出妥善安排 别到时候彻底乱逃 41岁的梅根果然不是善茶 在纪念活动上多次抢风头 跟凯特王妃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查尔斯国王一碗水端不平 一味扶持威廉和凯特 反倒对哈里一脉极其无情 之所以哈里夫妇存心让王室难堪 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查尔斯刚刚继位 就宣布不给莉莉和阿琪殿下的头衔 梅根之道后自然火冒三丈 存心要毁了这场国宴 以往觉得泰国王室宛如真穷传 如今看来英国王室才是宫斗剧现场 并且规模更大看点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